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ACG調查局 好了 各位 今天這集呢 可能有些人來看標題就已經開始興奮了 而且這集啊 老查我被敲碗了很久 有一堆人一直想老查我來講這個梗 是怎樣 是因為我已經結婚了嗎 我已經具備了這個被牛頭人的最低條件了是不是 啊 你說你有聽過牛頭人但卻不知道什麼意思嗎 沒關係 各位 今天這集影片我們就是來好好聊聊什麼事 牛頭人 然後呢 我還會跟大家好好來分享幾個 傳說中的牛頭人 另外本集影片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老查後來教教大家 如何讓你絕對不會被NTR或許牛頭人的方法 想學啊 或是對牛頭人有興趣的朋友 這講法很怪怪的 不過啦 就繼續看下去吧 嘿嘿 不愛 牛頭人其實就是NTR的一個中文諧音 把牛頭人這三個字來用英文拼音法唸出來 取其頭一個字母啊 就是NTR 牛頭人這個用法最早是逼在那邊的用語 廣傳回台灣之後 每當一些貼文有些綠綠的 或是新聞當中出現有第三者的新聞的時候 就會有人在下方留下 牛頭人表示開心 就是牛頭人好爺的貼圖 但這只是它諧音的部分 在日文的原句裡面其實有幾種不同的語義 第一個呢 像是 意思啊 就是不擇手段啊 要把別人的老婆啊 或是女朋友配偶之類的 搶過來變成自己的啊 第二個呢 是 意思呢 就是自己的老婆啊 或是配偶被別人給睡走了 對 的意思就是睡 就是取走的意思 所以合在一起呢 就是睡走了 很好理解齁 再換句話說啊 就是中文裡面大家常說的 給別人帶個綠帽子耶 再通俗一點點講呢 就是一對夫妻啊 或是一對情侶 他們這種準戀人的這種組合 被突然傳入的第三者啊 給就是 你懂的 所以說啊 到底有沒有睡到 常常都變成了 NTR被分為廣義 以及狹義的一個重要依據 狹義的NTR呢 是一定要睡到 不過現在很多人的用法啊 都是只要有一點微率啊 就在那邊刷NTR了 門檻啊 變得非常的低 但NTR通常指的啊 都是男女當中的女性啊 可能就是老婆或是女朋友 被老公以外的男性給睡走了 那是什麼老公的上司啊 老公的前輩啊 或是老公的好朋友啊 之類的 所以一般這種常見NTR 可以說是啊 全天下的男性們心中 最恐懼的一塊 是男生們的噩夢 所以呢各位 這個時候 老超就要給大家傳授一招 讓你絕對不會被NTR的辦法 對得起來 With my work on me 沒錯 這個辦法就是 選擇我們的乾爹爸爸 情緒夢天堂的 Airplane Cops 當老婆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各位 總不會這樣 還有人可以NTR你吧 那那那我覺得就是 你的問題囉各位 這次情緒夢天堂爸爸 又寄了個老婆給老茶 是由阿庫媽 透水貿易光老師合作的 啊 這裡是 那個是 那個是 二階堂愛無量的 Airplane Cops 喔 連續刺激 二階堂愛唯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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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實在是太棒了 3段式刺激改良 1.2公斤的露透實感設計 高級TP1材質 肯定情人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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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 camping 那主張 真的因此 油 剛在拍什麼 heavens 去年沒選老婆的各位 不要擔心 不要傷心 今年可千萬不要再錯過了 這次情緒猛烈檔的活動 不只整個月有全館折扣 只要消費滿五千 還會加這姐妹洞口袋杯一組 一些好評不斷的每日禮物活動 也會持續進行 保證讓你們大家使用最甜的價格入手 雙11當天還會加碼釋出300組 滿2000直接讓你折 啪啪啪啪的折扣碼 總之就是要讓大家買的便宜 玩的開心 希望大家更多優惠資訊 讓自己也免於NTR 可以點選我們留言區的連結 就與情緒猛烈檔的雙11攻略了解了解喔 懂了嗎 各位 所以你只要有這個Airplane Cops 根本就不會有什麼NTR的問題啊 但如果今天角色對調啊 反過來變成男生被第三者給攻陷 喔 可能是你老婆的姐妹 老婆的好朋友 放在這個現象呢 我們會稱之為逆NTR 這時候你可能就會想說 啊 這種第三者強硬 或是偷偷來的狗男女行為 為什麼還要特別出一集AZU調查局來調查呢 我只能說 你要嘛就是太淺了 要嘛就是你跟老曹我一樣都是純愛派的 是的 其實在現代啊 NTR市場可以說是非常的大 已經變成一個很知名的ACG屬性類型了 在許多的作品啊 不管是漫畫 動畫 戲劇 還是遊戲當中啊 甚至是武俠小說 都有放入NTR的橋段 而不知道為什麼啊 在許多作品當中 那個負責在NTR別人那位第三者啊 那位男性 常常啊都是金毛的設定 或是把自己的皮膚晒得幽黑幽黑的 一身的肌肉 反正呢 就是一種日本人印象中的渣男形象 看起來啊 就很會玩 很厲害 而男主角呢 都是那種很純樸的上班族啊 看起來乖乖的 有些還會有點廢材廢材的那種感覺 相比之下啊 這個黃毛啊 就顯得非常愛玩很多 而我們今天既然要來聊NTR 那不能呢 找不到某幾個人 第一個 老曹我想大家對他一點都不陌生 沒錯 那就是我們的蠢愛殺手 雷影忍者 愛 不是代表我村裡面的偶像愛吼 是雷影忍者愛 在火影忍者完結後的幾年內啊 他呢 就一度變成了NTR的代名詞 怎麼會這樣 第一個呢 最主要原因啊 就是在火影忍者的大量的二創統統本當中 有不少作品啊 就很喜歡拿雷影這個角色來當NTR的角色 去攻略名人的老婆 櫥田 真的很多類似的作品 而因為這麼剛好呢 加上我們雷影大人的這個身材啊 跟一些特色 就剛好有著老曹我剛剛提過這些 黃毛啊 黑皮膚 肌肉壯漢的這種造型 直接讓他變成了火影忍者裡面 變成NTR人妻的人妻獵人 甚至我們台灣這邊的繪師啊 茄莉老師 他就曾經推出過一款 以雷影為主軸的 拍照麗牌 你老婆捐棒 這個麗牌真的很萬用 再後來他直接變成一個名音梗 出現了許多很有趣的改圖 或是很有趣的本圖 雷影大人不但穿梭了各個作品之間 倒出了NTR其他作品的人妻 甚至在巴哈姆台出現了一篇極神的作品 繪師電影台的雷影忍者 講述著火影忍者給了一堆冷老婆 但就是偏偏沒有給雷影老婆 既然這樣 那只能靠我自己去請娶了 秘技 雷璃勒雕 讓雷影大人靠牛頭人在冷戒 遞照偉大不情史的一個故事 真的是各種惡搞層出不窮 但其實這些都是網友二創的 真正雷影大人是沒有去NTR到任何人的 所以這裡造成的部分雷影大人的粉絲 感到有點不開心 雷影可以說是有過冤的 人家只是長得像玩卡而已 我們不能以貌取人 第二位這位NTR高雄 其實老茶覺得有一些爭議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是的 那就是我們以前提過的這個 曹賊 曹操大人 我們在上次的影片裡面有提到過說 曹操他很喜歡人妻對吧 他一生娶了老婆當中 有不少位都是人妻 但要說人妻 其實也不是這麼典型的人妻 因為NTR最重要的一個點呢 就是必須要有苦主 要有受害者出現 但在曹操的例子當中 根據歷史的記載 他後面娶了幾位老婆 雖然說都是人妻 但是其實呢 都是那位苦主已經離世了之後 才被曹操給納為己有的 這樣說起來曹操算是NTR嗎各位 還說其實曹操他是純愛的呢 歡迎各位曹氏中青會們 在留言區幫我們各位一起解答一下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喜歡看這種 NTR的劇情呢 老超自己是純愛派的啦 我可以告訴大家為什麼不喜歡NTR 因為許多人在看動漫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把自己給帶入主角的那種心態 因此當發生NTR事件的時候 我們往往會站在被NTR那一方 被帶入主角那一方 於是呢你就會有一種 啊我好不能接受啊 進而產生出一種 虐心啊 說服的排斥感 但喜歡NTR的人又是怎麼想的呢 好了各位 今天老查請到了一位超愛NTR的NTR戰士 我們請他說話 你為什麼那麼喜歡NTR 好啦講真的 現在是要來討論為什麼 有人會喜歡NTR這個屬性 為什麼有人會喜歡NTR這個屬性 因為 太色了 沒有因為NTR 基本上都是那個嘛 就是18星才會有的東西嘛 就看這種色色的東西 假如說一直都是純愛 我覺得久了又會 有點膩 我覺得好像一切都太順利耶 我覺得NTR比較有變化性 就是可以玩的東西比較多 就會覺得不是永遠都那一套 啊就是 純愛太單調了對不對 對對對 我覺得我也不是喜歡NTR 我是喜歡NTR的 題材裡面的一些元素 哦我怎麼說 比如說我覺得最重要的就一定要有 貝德感 貝德感 哦 哎呦 貝德感 女主角的身份是不能做這件事 然後他就還是做了 那他慾望大於他的這個道德 衝破那一刻覺得很興奮是不是 他有交錯以我 我代入的話我就想要對方 也想要這個事情有興趣這樣子 對然後我覺得NTR到後期就是會 出現這種 呃 情況而且是一個非常 強烈的一個狀態 女生會進入那個狀態就對了 對就是說 拜託讓我 那你不會 那你不會覺得那個男的角很可憐嗎 不干我的事 你就在旁邊看戲就對了 不干我的事 哦 哦 對啊 但是在現實中 也是不能接受 對還是想清楚 所以現實中你不能接受 對我甚至也不能聽到別人發生這種事情 我就會覺得 爸 他跟這個人你不是幾把 就是在遊戲裡面就是 然後就就 哦哇哦 哇好色 你NTR主 其實還是看女主就是主要重點 對是看女主 而且就是一定要有變化的過程 哦 哦 他可能是很抗拒這樣 就是很純潔的 然後怎麼樣 然後最後就是一直說 哦 哇哦 一下就好 一下就好 就很像看到那個女主角 一次一次突破自己的感覺 哦 就越來越捨 好 那NTR大師 你有什麼推薦的NTR作品呢 動畫跟本質應該是比較好推薦 哦 大家比較常接觸 哦 確實 推薦一個 我就不唸出來了 你看他名字好長哦 而且唸出來感覺是蠻羞恥的 我們要圖片放上來給大家看一下 達曼馬賽克 OK好 我們感謝春春 大家記得訂閱OTK的頻道 好啦各位 以上就是今天NTR的一個簡短介紹 那麼各位你們是喜歡哪一類的呢 你們喜歡NTR派還是純愛派呢 都可以在這影片下方留言 又或者是你可以接受NTR這類的作品嗎 都可以在這影片下方留言 老茶每個留言都會看 那麼最後不要忘記訂閱ZACK和老茶呆呆 喜歡這影片不要忘記按個讚 那麼各位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大家 掰掰